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两怀东半连水 威胁华野后方 一路有鲁南近战一线 早装 威胁山东解放区首辅林仪 那么这个时候 解放军到底先打哪一路呢? 面对这种形势 十月七日 素玉和张鼎成 邓紫辉 连发三殿给陈毅 建议首先歼灭 由两怀东半连水之敌 同时准备怀北作战 并且 他们认为如此才能保障坚持苏中之后路 对今后进入怀北 也有很大帮助 否则苏中医师 于华中 山东乃至整个大局都不利 为此 他们提出叛军长姬陈毅来此间统一指挥 建议山野 华野司政机关合并 陈 素汇和一起 随后 陈毅垫覆三人 同意华中野战军难以 但同时提出 目前趋势是分部南北作战 你们南下负责打南北 我在北面照顾 如鲁南紧张 则因考虑山野回部根本 我便不能南来米处 只好分任南北 也就是说 陈毅主张保山东 且分兵作战 10月9日 陈毅决定山东野战军回山东 他在发给党中央 并告华中和山东负责人的电报中说 我义山野必须迅速回路 华野应迅速北上过派队巩固海海区 或竟不顾海海迷腾 让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在南下 华中分局张鼎成 邓紫辉 曾山接到他的电报 立即发电党中央 陈述自己的意见 并且坚持认为 山野 华野分开行动 对 将来战局无法改变 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 因此 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 第二天 三人又发电报给党中央 并告诉在连水指挥作战的速率 谭振林 说他们当天就去陈一处商谈 他们的做法 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现象 这时 敌情又发生变化 两淮地区的敌军得知华野主力南下 立即停止向连水进攻 集结于两淮附近 素玉和谭振林决定 停止对两淮东进之敌作战 华野主力转兵北上 两人将上述决定报告华中分局 10月11日 素玉发电报给中党中央并陈一和华中分局 建议集中山野 华野主力沿龙海陆西进 威胁学州 直逼金浦 迫使鲁南 淮海之敌回员 他说 目前鲁南局势骤紧 此对华中之坚持亦有极大影响 鲁南不保 华中价难于坚持 但华中如不能坚持 则将使我大军局处于鲁中地区更为不利 造成山东莫大困难 为 欲挽救此种危局 非集中华野 山野全力以赴不可 为此必须抛开次要 求其主要 他还特别说明 这个方案完全是从全局利益出发 对鲁南极有利 为华中要吃亏 特别是后方东一 均在草殿以东地区有损失可能 党中央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 于10月13日发电报给陈毅 张鼎成 邓子辉 宿玉 谭振林 明确指示 你们仍照过去决定集中山野 华野全军 包括巴士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 开展局面 对淮海本身 对鲁南 对苏忠 对佩和刘邓军号 对将来出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几个月之后已有利 陈毅接到这个指示后 提出山野 华野全军入鲁的主张 发电报给党中央说 目前行动已迅速出击鲁南为夷 在淮北 敌有准备 攻势坚固 敌南下渡可有困难 战场不好 在鲁南 战场好 供应便利 一球运动战 可避开跪系 山野 华野同 去 胜利有把握 对于这场有关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的争论 党中央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 10月14日八十至九十 一个小时之内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两份电报 一份发给陈毅 一份发给张鼎成 邓紫辉 素玉 谭振林 再给陈毅的电报 他说 现在因赶渡运河向西作战困难 而主张全军入路 假如入路后仍敢作战困难 打不好仗 而苏北各城进尸 那时 结果将如何 且渡运作战 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 此次你与张 邓 曾会上 亦以渡运作战略为方案之一 和以元亥殿又不相同 如按元亥殿实行 你与张 邓 素 谭诸同志间关系 是否将生影响 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搞 再给张 邓 素 谭的电报 毛泽东说 陈军长元亥殿仍主张山也 华也全军去路南 你们已见如何 素告 你们觉得 全军去路南坚敌把握如何 如确有坚敌把握 自 以去路南打叫在淮海大为有力 因路南敌坚灭后 即可出龙海 怀四 对华中局面并非不利 问题是 坚敌就已在何地为宜 素谭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 经过分析认为 从战略防御的作战要求来看 把鲁南作为右敌深入的底线 固然比环还好 但是 从战局发展趋势来看 也存在四个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第一 蒋介石军队当前的进攻重点在华中 如果我全军即可入路 敌人的进攻重点 也将由华中转入山东 华中将过早的丧失 对于我长期作战不利 第二 两怀失守后 敌人已对我军形成半包围态势 如果不在淮海地区打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下一步作战 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第三 我军撤出两怀 在群众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波动 如果不打一个胜仗就全军入路 对民心 军心不利 第四 为了苏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也需要主力部队再打一个胜仗 因此 在全军入路以前 应当在淮海地区打一个好仗 在党中央的指导下 经过反复商谈 陈毅与华中分局张鼎成 邓紫辉 曾山取得一支一介 决定暂缓去鲁南 而首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好仗 10月15日 陈毅与张领成等人 将商谈结果报告党中央 当天 他们就收到党中央的复典 党中央的复典指出 决心在淮北打仗 甚为 蒋方计划 引我去山东 我脚不去 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 此种情况与我有利 望你们集中山野 华野 绝不可分散歼灭东晋之敌 然后 全军西路收复运西 于二至三个月内 五间削月七至十个旅 就一定能转变局势 收复两怀 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 为执行此神圣任务 陈 张 邓 曾 素 谈团结协和极为必要 在陈领导下 大正方针共同决定 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 以免往返电商一物容机 战役指挥交速负责 这一场关于战略出 西方向和指挥体制的讨论 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 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随后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会合一起 组建华东野战军 而党中央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组织决定 在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 副与副司令员以战役指挥权 这不仅在当时的战略区 给野战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中外军事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从此以后 素玉就担负起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重任 陈一抓大政 素玉负责军事 陈素合作创造了 我军历史上罕见的辉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